在這裡 先生 老師的事件 那從昨天晚上開始到今天下午 都是壓軸好心 就是來了三位男士 你是說我講的不好聽囉 老師安排的 所以我們才能夠有這種 這種幸福 然後坐在這裡聽三位男士的分享 而且這個當中我剛坐在這裡 有一個很大的感受說 哇 臺灣的男人當時變得這麼高 這麼浪漫 而且有鬥士 有夢想家 有音樂家 然後這個企業裡面又可以這麼 實在很難生 然後也真的是讓我覺得說 臺灣不管男人女人 都非常棒的 因為昨天那個好像黃醫師那個上面 也秀出我們學員的一些資料 那我不曉得 應該是好像女性 大概還是有過三分之二 過三分之二 對 所以 我很感謝老師 有這樣子的安排 讓我見識到 不一樣的找不到 謝謝 你已經問夠了吧 不要介紹自己喔 我回到後來就說 剛剛我們那個 初董 初董他是茶山 其實我也是九十三 九多年 第一次爬山,第一次爬山是爬雪山 那爬雪山以後我才發現說 我們像我們的課程裡面有講要認識台灣 但是我發現說真正要認識台灣其實就是要爬山 爬山以後才能夠認識台灣 那我就在這邊借這個機會講一下我的心 不好意思,要冒昧的請教妹的蘇東講的問題 因為第一個你是一個城中企業家 那你告訴我是這些東西 那我心裡面真的很想知道你是一個企業家 那你平常有沒有在做一些企業家的一些娛樂活動 類似比如說打小白球之類的那些那個label的 那個大概十幾分之前就結束了 那第二個問題 第二個問題是說 其實你 那我們知道你很多的面相 包括青進三年 包括對社會的一些幫助 包括對藝術的一些 一些這方面的東西 是你在一路奔鬥過來的時候 就已經在你心裡面萌芽成長了 還是到了某一個點什麼東西去觸動 讓你有這樣的一個狀態 我想剛剛的分享非常重要 就是小時候的整個環境 過去跟現在的一個衝擊 讓我覺得說 這些事情一定要有一些人出來做 我們知道像華谷山啊 像慈濟功德會啊 這些很多祭品的 就已經很多人在做了 但是我請問各位 台灣這塊土地 這樣的一個環境保護 有幾個人在做 假如大家都看到那些 這些都不做 都放任政府跟財團這樣去做 雖然我們的力量是這麼小 就是這麼小 你說 你知道這個整個問題在哪邊 所以我就顯得這個奇怪 這個是我當初 為什麼會投入這個奇怪 報告跟董事實在 在新年來講 但是今天已經都增加兩百個人 對 對 這個非常重要 所以我想 這個幾個月前 事好跟我講說 這樣一個分享 我就非常期待 我想 未來我還會繼續在這個機會 繼續跟大家一起努力 我們有一位年輕人齁 一直舉手都沒有點到 我們就最後一位了 蘇總你好 因為我有在爬山 然後 我也覺得說齁 因為爬了大概二十幾座百月 然後我覺得說 我最想爬的還是那個南虎大山 因為那裡真的很美 然後大家可以試著去嘗試爬那一座山 因為像我的話可能也預計大概今年 或者是明年想要就是 在那邊開大約 兩個禮拜的時間 然後在那裡好好欣賞那裡的美景 真的很漂亮 謝謝 好 我不要結束了 我用英宗就好了 很簡單 不過 生病那段時間我一直走不出去 我只敢在台灣玩 我不敢出口 那蘇總本來安排是今年 七年他突然就說 欸 人生苦暖 楊總 去德國吧 七年十月份 我就跟著他去德國了 去十幾天 打破我的心理障礙 欸 我發覺喔 我去德國那十幾天 我比他們還要用 所以喔 那朋友就是這樣 他在拉出來 那一次 也讓我最煩喜的 我找我一個朋友去 我那個朋友就是江秀珍 台灣 華人世界 跟聖母峰兩次的 喔 在這個構成裡面 我們就分享他很多的生命經驗 各位 你看多讚耶 在家裡再帶一個爬山經驗 很豐富的人 那他跟我們分享了很多 所以我們一團 是有夠快樂的 所以我也很投降 我的心理障礙 不停不停 說 鄉總 那路上來啊 要搬啊 還沒準備好 還沒準備好 來啦來啦 出來啦 所以我現在 開始可以跑場主了 謝謝 謝謝楊總跟蘇總 今天下午的分享 那還記得說 昨天早上的時候 我不是帶了一根路腳嗎 你知道這個路腳 就是我帶的學生 當然有很多年 都是常常會帶學生到生理裡面去 那是 我也跟大家講說 到生理裡面去的時候 那常常跟學生講說 大家都不要講話 然後就靜靜的坐在森林裡面 聽著你的心跳 呼吸 跟風吹 鳥叫 蟲鳴 樹葉 震動的聲音結合在一起 然後 過了五分鐘之後 我就問他們 你們聽到什麼 然後我就告訴他們 這是天籃 這是你們平常聽不到的聲音 當然 昨天也有在 頭影片上面也提到說 在和歡東風 大家繞著一圈 全部都 手牽著手 我說你們許兩個月 一個願望是對自己的 一個願望是對台灣土地的 然後 把對台灣這塊土地的願望都講出來 講完了之後呢 我最後一個講 我講的只有一句話 這是你們講的 不是我講的 要實現它 今天我看到蘇董跟楊總他們放的影片 我非常感 其實就是在後面 其實我也是流眼淚 為什麼流眼淚 因為每次到山裡面 其實看到的 這真的叫做兄弟姐妹 是我們的親人 你看到一幕一幕的這些相片 其實他是我們的親人 只是我們過去沒有認識他 那這樣的感動下來 其實也是常常老師跟我講的 是因為我們的基因 我們跟著這些兄弟姐妹 是共同演化了46億年 他是我們的親人 他不是別人 他是我們的親人 那今天山林書院 其實最主要就是這樣子 重新回來認識我們的家 那我們再熱烈的掌聲謝謝兩位 那我們一樣 我們的工作團隊 都有做了一個小卡片 那我特別交代我們的工作人員 我們的小卡片不能用印刷的 要用手寫的 然後他們就做了非常可愛的小卡片 那非常感謝蘇董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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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們準備來辦理這個 舉辦室內課的集結室 那請我們的示意 請各位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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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